這個怎麼樣玩webduner 那您可以看到 你只要點到這個地方下面都有一個超連結 會連到這個youtube上 你可以先看一下這個 網頁的操控有沒有 登的 你也可以用聲音的 這個有open source的JavaScript 所以它也可以追蹤人臉 當然它是追蹤外型 它不是辨識 不是辨識那個人是誰 不一樣 用顏色也可以 好,那這個我相信各位就常常看到了對不對 紅外線的 整體紅外線的部分也可以加進來 其實我們webduner它用的這些元件 都跟什麼 都跟一般Arduino的那些元件都一樣 所以其實你如果也有玩過 那些元件都還可以拿來用 聲音偵測當然也都ok 事實上現在你會發現 慢慢物聯網這個概念越來越多 那像這個光明電阻也很常見 對不對 晚上自動開燈 白天就關 RFID這個大家也常看喔 還有行動裝置 它不用裝APP 它基本上 你當然可以做成APP 可是在行動裝置上 待會兒你也可以用看看 就可以直接去做控制 用有沒有 我們的 手機 就有那個 這個後面就有API的部分 跟LINE的部分 好 當然後面這一塊就比較會有程式 就有程式 好 那我就先看到這邊 再往下再看 像這個 小朋友就會比較喜歡 小朋友就會比較喜歡 好 樂高積木 我就往後退了啦 就不用一個一個看了 你可以看到這裡 上面有一顆LOD 上面有一顆LOD點矩症 它只是把它做在裡面 好 好 那我再往後退一下 這樣可以啦 好 我們等一下要玩這一顆 那另外我們再往下走 像這個都一樣 像這種木屋啦 還是像 這個可能就有些 如果你是建築系的同學 他們也許會做那種模型 這是利用WebDino 所做出來的智慧防護模型 影片裡 我們透過一個簡單的網頁 就可以在手機上控制家裡的電燈 窗簾或是大門開關 甚至接收室內的溫時度 同時我們也可以透過不同的裝置 例如電腦 平板 監控家裡所有的電器狀態 以這個例子來說 綠燈就是打開 紅燈就是關起來 此外 透過FID磁卡 我們可以一次打開所有的電器 或是出門的時候 等關燈關門 只要刷一下磁卡 就可以把所有的電器 與大門關閉 大致上這樣齁 那另外下面這個 我就不要 擾亂各位了 我們看這個就好 好 這裡 這個 因為它是網頁 所以就很快 透過參波偵測距離 對不對 然後換圖片 所以 跟 這樣OK啦齁 反正其他後面那個意思都一樣 好 那你大概透過這樣應該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這個 WebDuno 它因為 它就是網頁 所以說 其實你就可以跟原本網頁做結合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是做網頁的 以往我們要做 要怎麼樣 跟 透過網頁去控制 所謂的硬體的部分是有困難的 因為有所謂的安全性的問題 好有安全性 那現在有這些裝置 我們要控制這些硬體就相對比較容易 而且呢 就是 WebDuno 它的原生就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過 HTML Java 3 跟CSS 所以 你今天會做網頁的話 你就不用受限於說 一定要透過它 這樣的介面 這樣的介面 你可以做在自己的網頁裡面 你就可以自己設計 這個是 它很不一樣的地方 好